我们的胳膊扶腿的摆动 就是不同步的摆动 胳膊向上 然后扶腿是向下 是相互错开的 诶 轨迹在这就不多说了 大家一看都明白 然后最主要给大家说一点 就是我的这个乏力的问题 嗯 乏力那么我们在第一 第一脚七脚应该是 右脚外刃油装的 下方 应该是装的中间位置 因为起装的位置 它不是在装的整个脚 在装都在装的上面 应该是装的中间 这个这个第一脚应该摆的 不算是特别的充足 嗯 可能坐了三分之二的位置吧 一脚 第一脚下来之后 应该是在装线上 装线第一脚 从装线往下拉的时候 是我的支撑脚压外人 我的重心同样的要靠 支撑脚那个方向去压 然后我的左腿的伏腿 向你的外刃滑行的方向 也就是右边 同时发力 我的右脚外刃往里滑 白脚发力的同时 我的左腿伏腿 也在向同样的方向 做后身的发力 转过来之后 在两个装中间的位置 我这个时候是最关键的这个点 这个点因为都是要外人 所以他转的角度会比较大 在这个位置 我短很短暂很短暂的一个小停留的时候 我的上半身迅速的 呃 一个大约有180度左右吧 大腿向身体前方平推 呃 借这个胳膊和腹腿转的这个力量 呃 能够让脚底下这个装下的外人 便到装上来 呃 当然这个需要更多的练习 可能 呃 你大胆的去做会摔倒 不到位的话容易摔倒 但是 你大胆的去多尝试的话 对于这个动作的迅速成型 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这个动作我还是鼓励大家尽量的放开去做 带好后聚放开去练 呃 效果还是很 很好的 啊 然后是 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的 我们的